近年来,随着明星的影响力越来越高,他们的行为和举动也受到了人们更严格的监督。 作为公众人物,他们应该严谨谨慎,一旦不注意,就很容易出现各种翻车塌方。 他们也许上一秒还被粉丝捧得高高的,下一秒却可能因为行为不减而彻底凉凉。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几年崩掉的六位明星,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值得同情。 娱乐圈1.李一峰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圈内顶尖的流量李一峰。 中秋节期间,警方发文通报李一峰阴批仓被多次拘留,一时引起巨大轰动。 在观众的心目中,李一峰的形象仍然很好,他不仅是张德帅,而且他的演技一直在提高,怎么会忽然这样突然爆出这么大的卦? 很多人表示不相信,但是事实摆在眼前,官方总不能拿这种事开玩笑,更何况李一峰对谣言的驳斥是无力的,含糊的和闪烁起词的。 不久后,李一峰辟谣的谣言被封锁了,后来,一张李一峰和一名女子在酒店约会的照片在网上曝光。 画面中,李一峰正拿着平板电脑选择一部小电影,这一幕甚至颠覆了网友的三观。 都没意识到李一峰平时这么虚伪,四下里居然是这副模样,随着事情的不断发酵,李一峰房屋倒塌已经成为一定的事实。 更离谱的是,连外国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可以说是丢了别人家的脸。 回过头来看,李一峰的他房并不是偶然。 在之前的一些采访中,李一峰的回答都很大尺度,比如记者问他身上哪个部位最好看,李一峰的回答是,你们看不见的那个部位最好看。 二、徐开诚,最不红的演员却有大瓜,这最大的瓜的演员无疑是徐开诚。 虽然徐开诚从2012年开始进入娱乐圈,但是这么多年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徐开诚这个名字偶尔在娱乐圈蹦打两下,但更多的人是连他名字都不认识。 直到最近两年出演了深夜食堂,且听奉鸣,呼嘱夫人等句才被一些网友知道,这样默默无闻的男艺人却能蛊惑张天爱和古丽娜渣的心。 最后,两位美女上台死了渣男,最终这位演员因为渣男而成名。 事情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余继队拍到徐开诚和古丽娜渣因为一部剧《相爱》还一起过了情人节,但在此之前是张天爱与徐开诚有了绯闻,而张天爱出席《浪解三世》,徐开诚曾公开呼吁他的援助,因此三人的关系引起了网友的极大猜测和讨论。 紧接着,就在网友们热烈讨论的时候,8月25日晚,张天爱突然发布了一段录音,并配文称,希望姑娘擦亮眼睛,还说徐开诚是惯犯。 在这段张天爱和徐开诚得通话录音中,徐开评承认自己在出轨,同时表示自己还爱着张天爱,他也承认所谓的合同不允许他谈恋爱,都是假的,但他不敢公开自己的爱情。 随着这段录音被网友疯传,那扎,鼓励,一时间被很多人封为当三,但随后那扎,鼓励,转发张天爱视频,发帖称自己不是三三,而是被徐开诚欺骗。 于是,在这两位女星的垂打和宣告下,徐开评彻底成为了欺骗感情的渣男,从而彻底崩塌了自己的名誉和事业三,吴亦凡。 最近,持续了一年半的无欠事件,终于告一段落,QQ兼并剧中闹事,两罪并罚,吴亦凡被判处13年徒刑,外加驱逐出境,这还不是全部,然后官方发布了吴亦凡因逃税被罚款6亿元的消息。 Q兼加逃税在中国是两大重罪,不论是谁都要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舆论的压力足以抹去他的过去。 2021年6月,都美族与吴亦凡冷暴力分手,之后不久,他居然又垂打吴亦凡各种恶劣行为。 以工作为名,利用潜规则,给女性下药,Q兼多名女性。 这并不是吴亦凡,自2013年以来第一次爆发类似事件,曾有女生在谈恋爱过程中与吴亦凡分手,并被冷暴力莫名分手。 这次也不例外,都美族被曝光后,短短几天内,众多业与网络名人爆出,曾与吴亦凡有过一段时间的关系,舆论甚嚣尘上,随后又发生了选妾,Q兼,剧众外乱等令人震惊的事件。 打我的脸,一个国民偶像就这么彻底无情地崩塌了,不正确的三观,作为观众的我们,绝不买账,甚至多看一眼,都是对自我的侮辱。 现在的内宇已经不是靠脸靠流量吃饭的时代了,一切尘埃落定,一切都已后悔。 不知这13年的监禁能否换来吴亦凡的忏悔和觉醒,毕竟13年后,这个45岁的中年男人终于要面对新生活的开始了。 4.邓伦 自从邓伦2012年加入这个圈子以来,邓伦路的人气抑制很好,近年来,邓伦的知名度达到了一个高峰,是圈内最热门的流量之一。 除人意料的是,一向享有良好声誉和声望的邓伦会堵上自己的未来,试图钻国家在个人难税方面的空子。 2022年3月,媒体发布了一则邓伦因偷逃税款1.06亿元被追缴并处罚的新闻,震惊了所有网友。 首先,所有人都没想到邓伦会逃税,其次,追缴处罚了这么多钱,可想而知他逃了多少税。 此外,官方声明显示这不是邓伦第一次犯错,在此之前,有关部门已多次提醒和督促他,但他仍未改正。 面对舆论,邓伦发表了道歉信,但为时已晚,与他合作的品牌伙伴纷纷解约,他的社交平台也被官方封禁。 本来邓伦大有前途,大有可为,但是他一步一步地犯了错,结局从他偷税漏税的那一天就已经注定了。 一夜之间,邓伦的演艺生涯被彻底摧毁,从此他被定在了耻辱柱上。 以后提到邓伦,人们不会记得他演过什么作品,但会想起这一段绯闻,明知后果,前车之鉴,还是顶峰作案。 本来可以在娱乐圈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一片光明。 现在呢,每个平台账号都被封了,直接就是找不到这个人的状态。 5.贾乃亮 自从李小璐婚内出轨后,贾乃亮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同情,而他也借此机会开始带货直播,赚了不少钱。 但时间长了,贾乃亮渐行渐远,他渐渐迷失在兴趣中。 2022年6月,媒体曝光贾乃亮合伙公司逃税,引发网民热议。 面对网友的质疑,贾乃亮回应称,自己确实投资了,但没有参与运营和决策。 言下之意,这个税务问题和他无关。 考虑到贾乃亮诚实的性格,大多数网民选择了信任他,所以这场风波很快就过去了。 然而,没过多久,贾乃亮又翻身了。 在一次直播中,他参加了去店的活动,而这家店的老板就是校园呆的鼻祖罗敏。 曾经毒害过很多年轻人,臭名昭著。 直播过程中,贾乃亮不仅大谈罗敏创业的艰辛,还称他为兄弟。 公然为这样的负面人物站台,和他一起割粉丝的韭菜,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反感。 眼见舆论愈演愈烈,贾乃亮也出面回应,称已与对方解约,并表示不知道去店的前身经历。 但事实并非如此,网友很快透露,贾乃亮早在2020年就已经代言了去店项目,他对罗敏的经历也一清二楚。 显然,贾乃亮为了利益放弃了底线,拿粉丝当傻子,结果事情一扑光,他就被自己攻击了。 6.陈赫 虽然从《爱情公寓》出道以来,陈赫的演技被无数观众诟病,但凭借搞笑能力,陈赫在综艺领域表现不俗。 从《帮跑吧大火》到直播平台、电竞等领域,陈赫多年来在各方面都保持了很高的人气。 然而,就在今年,陈赫因为一起商业纠纷而倒闭。 早些时候,当火锅店非常受欢迎时,陈赫曾创立了一个名为咸盒庄的火锅品牌。 这个品牌开始招募许多加盟商,而且由于陈赫作为老板和代言人的声誉,许多人也选择加入这个品牌。 然而,就在今年早些时候,陈赫突然宣布退出他创立了7年的咸盒庄。 无数加盟商和顾客纷纷质疑陈赫,许多老板一起上街喊还钱。 据这些加盟商称,事实上,咸盒庄加盟并没有实现签订合同式承诺的收益。 同时,这几年因为加盟商越来越多,同一地区往往有好几个咸盒庄,导致咸盒庄加盟商竞争严重。 这些老板根本赚不到钱,但是公司用加盟费还是能赚到钱的。 于是,陈赫收割商人的话题一时间直接上了热搜,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而因为这件事,陈赫前期积累的声誉迅速崩塌,都说君子爱才取之有道,但陈赫的做法就显得很不负责了。 看完这些明星的人设崩塌,很多网友估计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今天的娱乐圈怎么了? 常说先学艺,后学的。 如果没有这种美德,那么即使业务能力在优秀,仍然得不到大众的认可,而娱乐圈多次发生的得不配位的事件,也应该引起一些人的重视和反思。